10月16日星期五 在佛罗里达州 特朗普总统说拜登一家是有组织的犯罪家庭 并重申了他对拜登的儿子亨特 及其在乌克兰和中国的业务的看法 对于特朗普的佛罗里达州听众而言 更重要的是 他直接与越来越担心 他应对新冠疫情政策的老年人交谈 特朗普说 我在努力工作 以保护我们的老年人免受中国病毒的侵害 他还对这种大流行病做出了乐观的评估